争议多时,立法院终于在5月17号三读通过了司法院748号解释施刑法 也就是所谓的同婚专法 宣告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而在5月24号专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 全台已经有超过500对同志伴侣前往护政机关登记结婚 事实上同志争取结婚权多年来 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的讨论和质疑 包括了相爱相守 结不结婚有那么重要吗 有没有法律上配偶的身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我们就要从几对同志伴侣的故事 带您看看在同婚法案通过之前 他们所面临的处境 决议司法院市至第748号解释 施刑法草案修正通过 欢迎平权亚洲庭 欢迎平权亚洲庭 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跟所有疫情内容一样 都在台湾努力地进行业的工作 他们可能跟你一样回家 是照顾他们的伴侣 照顾他们的孩子 照顾他们的父亲 差别只在于就是 他爱的人的幸福 跟我们爱的人的幸福 是必要的 8度女人还有一点 心里一开 Bad representatives 有所谓采 motif inc denen쪽에痛ieux 喝可以 不有时候 感觉还有 您的顾便 站在 cont ydkö 我跟弟弟 95 我們兩個都去吃 來西 南美 水果 媽媽 又去上學了 拜拜 爸爸 再見 拜拜 這裡是台南 一個平凡的小家庭 每天早晨就和一般家庭一樣 忙著送小孩上學 差別在於 這個家的爸爸是女生 經營美食餐廳的陳凡與悟德 用甜點名稱為孩子取小名 三年級的老大叫做蛋卷 老二奶昔面小班 農縫胎藍莓和貝果 只有六個月大 會生這麼多胎 是希望手足間可以互相照顧 以免因為外界的異樣眼光而受傷 你生在一個同志家庭 你一定要有兄弟姐妹做後援 有些小組好棒 你叫兩個媽媽 對啊 我爸爸好勸 我爸爸都沒有回家 他會覺得我兩個媽媽好好喔 婚前擔任幼教老師的陳凡 很喜歡小孩 但因為同志身份領養不易 兩人改採人工生殖 老大用陳凡的卵子 老二和龍鳳胎 則是用木德的卵子受精 再將胚胎植入陳凡的子宮 儘管如此 在同文法案修正前 四個孩子的監護權 都屬於生母乘凡 在法律上 木德只是陌生人 前年我們才有辦委託監護 那等於說他就監護老大老二 到他們各自滿 二十歲 十八歲 為止 那上面可以明文規定說 可以帶領行使 像什麼醫療文件簽署 例如說什麼在學校簽字那一類的 可以帶為行使 可是那是媽媽就是監護人員 不能夠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 帶行 雖然木德和三個孩子有血緣關係 但法律上生母就是懲罰 木德既非生母更非生父 在過去因為缺乏法律保障 一旦懲罰意外往生 木德也抬不上監護權的 進行順位 他是完全不可能進到這個順位 對孩子的成長方法來講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一個影響 因為他等於是被迫去脫離 他長久以來習慣的那個照顧模式 而且長久以來他習慣的 跟這個依附對象 如果同志有了配偶身份 又能改變什麼呢 那同志們可以去登記結婚之後 當然另外一方的孩子 比如說今天是我A的孩子 A的血緣關係的孩子 B就可以以他們是AB等於是一對配偶 我就可以B就可以去收養 A的孩子 這是我們所謂的寄親收養的概念 阿嬤 大家也聽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男朋友 后来可能会比较高贵的 会比较高贵的 会比较高贵的 牧德和陈凡的婚姻 很幸运地获得双方母亲的祝福 他们经常带着孩子们 回到牧德位于麻豆的老家 牧德妈妈总会准备满满一桌 孙子们最爱的菜色 三代同堂和乐融融 但其实青春到白头 幸福除了需要悉心呵护 也经常需要法律的保障 75岁的何翔 与57岁的王天明 已经在一起33年 互动仍然亲密 谈起两人相视相恋 甜蜜回忆 记忆犹新 我是我的前男朋友 带我去童志酒吧 他是在地下室 然后何翔那时候 就从楼梯走下来 我一看到 哇 天才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高估了他的年龄 是这样 我低估他的年龄 两人相视时 王天明大肆 他退伍后 就与何翔同住 相差18岁 经过33年 两个人都是老人了 年轻时 总是何翔负责煮饭 近年何翔罹患 帕金森氏症 改由王天明讲厨 不要买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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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手不走 他可以自己动 上了年纪 两人身体先后出状况 2014年 先是王天明 因为心律不诊 送医急诊 过去 同志伴侣不是法律上的配偶 面对重大医疗决定时 医院仍得依法通知家属 签署相关文件 最亲近的人 在重要关头 反而不能签署医疗文件 让许多同志伴侣感到心酸 医院立场是 假如说心脏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必须要做手术 所以必须要家属签 那家属签 这样子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蛮残酷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三十几年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 就是伴侣的关系 还好 王天明的心脏没有大碍 但接着 何翔罹患了帕金森事证 105年大概 过年的时候 因为我发觉不太对劲 他从那时候开始 他拿 他吃饭的时候 拿汤匙 拿筷子 就开始在那边抖 在那边抖 因为那段时间 我每天晚上真的是 他那时候睡得 睡得跟死猪一样 他也不晓得 我每天晚上就抓着他的手 我在那边 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但白天我也不希望他看到 因为他正在生病 后来何翔的病情获得控制 但因为两人没有配偶身份 无法继承对方的财产 几年前 两人就先把位于深坑的房子卖了 换成现金 租房子住 而王天明也预立了遗嘱 我所有的财产 要怎么样分辨 扣除了那个特留份之外 全都是他的 我觉得应该如此 就跟一般的夫妻一样 拍过婚纱 拍过习病广告 两人还是期待有一天 能够风风光光地 办一场正式的婚宴 如果婚姻平均通过的话 我觉得我会办 然后不管他怎么样 我会说服他办 我是在条件下我会办 就是我还很 还挺很体面的 我会办 假如要说 我真的太 老太隆重的话 我也不要露这个脸了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何祥与王天明 互相扶持至今 但不是所有同志伴侣 都像他们这样幸运 能够白头到老 若不幸丧偶 除了悲伤 连未亡人的名分 也不可得 住在南极桥公寓的胡盛祥 与伴侣大汉 早年透过男同志聊天室认识 交往了七年多才结婚 但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 大汉就因病去世 他从16年年底吧 他大概就有昏倒过几次 会瞬间就是下植物 比如说在家里 有些半夜上厕所 后来下植物历就整个跌倒 后来当然就是 经到17年之后就发现 他好像有点状况 开始中的不稳 慢慢越来不稳 越来不平衡 然后开始洗啊 开始会洗洗腹 越来越重 大法官会议在2017年 5月24日失线 宣布现行民法 禁止同性伴侣结婚违宪 但对胡盛祥和大汉来说 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就在前一天 大汉被诊断出 脑血管长得重 5月23号半一天 其实他要上楼的时候 他就发现 为什么我要从未以下来 我下不来 他就下不来 他就跌在地上 他起不来 到完之后 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那个好像脑部有肿瘤 因为肿瘤的位置特殊 前后两家医院都无法动刀 大汉从生病到往生 只有半年的时间 大汉于2017年10月过世 胡盛祥透过申请 劳保的丧葬补助 争取配偶的名分 而这也是为了完成 大汉的遗愿 他当时也跟我说就是 如果他身体真的不行的情况下 那希望我就是 想办法去争取这个 这个名分吧 但争取证明的过程 却充满了挫折 然后老大部跟你说 这个归法务部 请法务部判施 然后法务部跟你说 目前那个大法官 已经解释事先过后了 所以我们就是等 那个 等立法院修法 最常是劳保局 有说过这个东西 就是你上面有一个 那个检验的这个选项 对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他这东西 然后你知道他有些补助 我就是太侮辱了 这修补到一个极淀 善偶之痛 加上同志的特殊处境 哀伤甚至无法得到 应有的尊重 胡盛祥力争配偶名分 而另一个人 则走上了绝路 疑似台大法文教授 碧安生 周六晚间 从十楼住处坠楼 碧安生教授 68岁 结伴同住 35年的伴侣 去年因病过世 他独自一人 居住在台北市文山区的公寓 疑似酒病厌世 心情低落而跳楼轻生 2016年10月16日 台大退休教授 碧安生 坠楼身亡 法国籍的碧安生 1979年来台 1980年和他的学生曾静超相似相恋 曾静超2015年因病过世 住院过程中 碧安生因为语言隔阂 又不具法定配偶的身份 无论医疗决定或财产分配或无力干涉 伴侣的死亡加上无力感 让碧安生最终跳楼轻生 相守35年 却只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引发社会对同婚议题的重视 你如果不去看他们两个性别 不去看他们两个 他们生活的方式 跟彼此认定彼此的 那个身份 其实他们两个就是跟一般的夫妻是一模一样的 我想要跟你永久共同生活 然后想要跟你一直住在一起 李燕荣认为婚姻制度 就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让同志伴侣享有结婚的权利 对双方都是一种保障 站在婚姻的本质是契约的这个立场 真的要让同性伴侣可以结婚 因为这就是让所有人 在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 都会有个游戏规则可以去遵循 那说真的减少很多很多 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减少很多伤心的孩子 或是伤心的伴侣 大法官七十八号事件文指出 现行民法未能使相同性别伴侣成婚 违反宪法婚姻自由和平等权 立法机关需要在两年内制定 或修订相关法律 换言之 大法官并未限定立委 必须修民法或令立专法 但依据2018年11月的公投结果 只能以专法形式保障同志的结合 就是因为尊重公投结果 所以我们不修民法 民法婚姻夫妻的规定 完整不动 行政院在将提出之专法草案中 平等保护 同性之婚姻自由 2019年5月17日 立法院院会逐条表决 正式通过司法院试字748号解释实刑法 从此台湾的同志伴侣享有和所有异性恋配偶同样的结婚权 包括寄薪收养 财产继承等各项权力 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抢进各大国际媒体版面 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 在下雨的时候等到天晴 谢谢 谢谢 男女也一样 男男女也一样 女女也一样 都是要靠彼此去细心的呵护 彼此的经营 能够找一个互相能够资助人 互相扶持人 是这样子 这就是婚姻的本质 不管他是健康或者不健康 跟有钱没有钱 那都是另外一个因子 同志要法律上的配偶身份 不是为了破坏家庭制度 相反的 他们只是和所有人一样 想和相爱的人组成家庭 在家的保护下 走过生老病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